這邊還是要幫這個代理局長王文翠講一件話 他就是國家事務官 他就是依照長官給他的一個命令 他去執行相關的一些業務 任何一個公文簽到局長室 要經過很多官啊 承辦人員要匯政風 要匯會計 要匯很多的單位之後 到最後是我這邊來做最後合決 他在代理文化局長的期間 也只是照過去的 因為我想一般來講他不是政務官 大概就照原來的行政體系在運作 他竟然對國家事務官 誤解我本人就算了 因為我是政務官 你要用政治追殺 算了 那但是對我這個公然無路的時候 我今天來提告 可是你對國家事務官進行政治追殺 可能是因為 可能他覺得文化局很難搞 還是怎麼樣 所以呢 就要什麼 將依法行政的事務官撤職跟停職人用 對不對 他講得很清楚 他要將王文翠撤職跟停職人用 指他有虧職守圖謀利益 在他新聞稿寫了很多 這個是貪罪貪污之罪 公務員的貪罪貪污之罪條例裡面的規定的犯罪事項 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耶 現在不管從韓市長到這個邱議員 嘴巴都說支持喔 對不對 他就說我們沒有不支持大廣開唱啦 都很支持啦 那你支持的手段是什麼 先假設人家有罪 然後拼命去查人家 這個叫支持 所以最後 從氣爆公共藝術的抹黑 我想上次我被抹黑過一次 就是這個氣爆裝飾的公共藝術 還是 還是藍營的立委自己舉辦 被專家學者 被土木設計電機等相關的工協會 打臉 程序沒問題 價格是合理的 抹完之後沒有任何道歉 到今天繼續抹黑 我們大港開場 而且直接指控我失職違反採購法 我想這件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可以暫時 但是罷喊我不會停止 然後我也這邊正式的 對邱宇軒議員正式提告 第二個他在他臉書也在相關講 因為我跟初日音樂的這個友好關係 對不對 這幾個字不斷的重複出現 所以因為是我好朋友 我才補助他們 我必須要在嚴正駁斥 因為我在第一年核定補助的時候 我剛上任文化局長 第一年核定補助的時候 主辦單位任何藝人我都不認識 到目前為止 我跟林常佐委員也從來沒有見過面 根本就不認識他 而且這兩年林常佐 當選委員的時候 根本就退出初日音樂的經驗 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我在第一年核定補助 但後面當然會接觸嗎 在第一年我在核定補助的時候 完全不認識初日音樂的任何一個人 所以呢 我們在補助 而且他現在把大港開唱 往弊案的方向打 我覺得是很可笑 因為大港開唱已經是 我很驕傲 我這兩年我是補助對他 最多的 我必須講我很驕傲 因為我們爭取了中方文化部的補助 他是一個誠實的驕傲品牌 怎麼會打成說 因為我補助他很多 就變成是個弊案 整個方向往這邊走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